惊异的目光,无端的猜疑,让十二岁女孩的心灵饱受折磨。 为救女孩,绝强父母,毅然踏上艰辛的求医之路。 抉择中,究竟谁能挽救女儿的生命? 花季女孩又能否重新绽放灿烂的笑容? 健康之路,敬请收看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。 健康之路,医生天天来帮助。 嬰幼儿给我们的感觉总是看起来胖乎乎的,非常的可爱。 但这种胖其实和成年人的胖是不一样的。 对,一般小孩在两岁之内,由于他的脂肪相对比较发达,另外腹壁的肌肉比较弱。 所以尤其吃完饭之后,你老是发现孩子是胖乎乎的,尤其肚子。 但是两岁之后,基本这种现象就会慢慢消失。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个骨骨的肚子的小朋友,可是这个骨肚皮看起来却没那么可爱,而且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苦难。 这个有着漂亮大眼睛的小女孩叫高亚男,今年只有12岁。 每次他和父母上街都会引来路人好奇的目光,甚至还会有人对他指指点点。 小亚男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,是因为他的肚子非常大,这样的体型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。 就他买衣服的时候呢,那些卖衣服的一下巨一堆,你说孩子这肚子怎么了,肚子怎么这么大,这可能有啥病你们看了嘛,我们都,那衣服都买不下去了。 小亚男挺着大肚子走在大街上,引来的不仅是大家惊异的目光,各种各样的猜疑和流言蜚语也不期而至。 每当看到路人,指着女儿的大肚子议论纷纷,高心存夫妻俩就感到心像刀割一样难受。 有一次有那么两个年轻的小伙子,那两个对我就是精深的影响,就是非常深的。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一幕,就是我领着我孩子从街道边走的时候,他两个就是从迎面走下,他走过来一下,哎呦医生,他那个眼光好像就是说好像一个用妇一样。 为了把女儿的病看好,他们也去过很多家医院,可是医生说,这种病在当地的医院根本治不了,必须去北京,上海等大城市,而且治好这种病需要几十万元。 由于家里没有钱,患病的事只能一拖再拖,小亚男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。 别吃,脸越黄,别消瘦。 就吃一口多,都要去一趟,毛测,因为已经不稀疏了。 小亚男原本活泼好动,最喜欢下课后和同学们一起玩跳绳,踢毽子,可是自从肚子大起来之后,这就成了一个奢望。 每到课间活动,他只能孤零零站在角落里,用羡慕的眼神看同学们玩。 长得像小山一样的肚子,给小亚男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。 他弯不了腰,吃不下饭,走起路来也很吃力,连晚上睡觉都很辛苦。 但懂事的小亚男却从来不哭不闹,特别爱学习的他还坚持每天去上学。 在高高的黄土梁上,人们经常都能看到一个瘦弱的身影,拖着大肚子艰难的行走。 故事的一开始让我们觉得很沉重。 究竟小朋友的身上发生了什么,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了解这个情况,而且谁能够帮助到他。 今天演播室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解放军第302医院肝胆外科和肝移植中心的刘振文教授。 刘教授,你好。 观众,好。 这个故事让人觉得一开始有点沉重。 我们第一个问题,为什么她的肚子会那么大是怎么回事? 就绝对是不正常的现象。 对,因为小亚男姑娘,她肚子这么苦,是因为肝氧化浮水。 浮水? 对,浮水。 也就是说肚子里有水了。 这些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? 它一般生理情况下,其实政察人都有一定的水,对吧? 腹里边比较有水,就像润滑剂一样,它肠子蠕动的时候和肝脏、胃,它都要接触。 就像我们开车一样,你得有润滑剂,否则机器之间,它之间接触就比较容易摩擦。 所以这种润滑剂在生理情况下是有的,但是量不能太多。 正常人浮水一般就几十毫升,在浮腔内是看不见的。 那就很少一点。 但是小亚男的浮水,那么她做手术之前,她的体重是34公斤。 做完手术只剩28公斤了。 那么她降的6公斤基本都是以浮水为主。 举个例子,就像她肚子里能装半箱啤酒,12瓶,6000毫升。 那真的是非常痛苦。 而且你想,正常的肚脾那么大,里边充满水跟涨得特别难。 所以你看她行动很慢。 从您的临床的经验给我们讲一讲,通常一些什么样的疾病都会造成出现浮水的情况? 一类就是说中末期肝病。 所以中末期肝病就是晚期肝病。 不管乙肝也好,饼肝也好,它就从肝炎发展到肝炎化。 最后浮水是晚期肝炎化的一个症状。 儿童比较多见的就是说先天性疾病。 小亚男到底这个肝是出了什么问题的? 那么亚男的病,它是先天性的胆管囊肿,也就是说胆道扩张了。 绿颜色是胆道。 那么亚男的病,它胆道跟糖葫芦一样了。 在胆汁形成以后,胆汁流不出来,不顺畅,然后就感染。 然后胆汁淤积高黄胆,最后就形成胆汁性肝炎化。 然后就引起一系列的晚期肝病的一个症状。 刘医生,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。 假如说人体是一个城市的话,您怎么形容肝脏? 肝脏就像一个化工厂一样。 人需要的蛋白质,需要的凝血物质,都是肝脏,合成肢脏。 所有的能量的加工,储备,以及毒物的代谢,排泄,都要靠肝脏。 一旦肝脏出了问题,轻的人可能就是吃饭不太香,食欲不太好,没劲儿。 那么重的人就不一样了,重的人可以表现为,比如说黄胆,肝功能衰竭,肝功能很差。 这时候带的包括心脏,包括各个脏器功能,全部减。 迁移发而动全。 对。 因为刚才两位医生讲到一个概念,其实对于很多的病患来讲,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,在早期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。 那是不是说有很多时候,可能我们就会忽略它,没有及时的就诊,会有这种情况吗? 那非常有可能。 所以现在,我觉得就要提倡一个定期的查题,做个肝功,做个B超,也没有多数费量。 但是这样对你发现你早期的病变,能够及时治疗,非常关键。 前面的交流当中,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关于肝上面的一些知识。 回到我们的故事里面,大家现在还很揪心,小亚男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,到底有没有得治? 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入院后,医生发现,小亚男的肚子里有近12斤重的腹水。 为了减轻腹脏带来的痛苦,必须先把这些腹水排掉。 打针的时候你怕不怕? 打针怕说也怕怕。 那有什么区别? 打针的书月不一样都得炸吗? 书月都真脱小啊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,小亚男肚子里的腹水明显减少,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。 可是,由于脱得太久,她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,出现了肝硬化,最多只能再活一年左右。 现在,只有进行肝脏移植,才能挽救小亚男的生病。 高薪存夫妻俩必须做出一个决定,那就是由谁来为女儿捐献肝脏。 针对这个问题,夫妻俩争论了很久。 我本来就身体也不好,她不忍心看着我这一副身体,她说根本就支撑不住。 我觉得我不能怎么样,总是个男人,从哥哥方面来说,比他的体肯能也小。 她就说,万一在这个手术中间出现了什么风险,孩子宁可没有爸爸,也不可能没有妈妈。 高薪存最终说服了妻子,眼看着女孩就能得救了,但是盖方妮却高兴不起来,因为她很清楚,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。 而且,为了救女孩,她必须把自己的丈夫也送上手术台。 面对着两男的抉择,无助的盖方妮内心极度矛盾。 如果手术失败,她很可能既挽救不了女孩的生命,同时又会失去丈夫。 盖方妮不敢想象,一旦出现这样的结局,她将如何面对。 又是一个两男的抉择。 因为现在小亚男的父母之间面临的就是谁来做肝源的提供者。 这个从你们医学上来讲是有区别的是吗? 从他父母来讲,都可以作为捐肝者。 都可以。 有没有谁更好一些? 但是作为捐肝者,我们有一些基本的标准。 比如说,咱可以看个图片。 来,我们看一下图片。 最基本的条件,一个是血型。 血型要一样。 血型要相同。 就是肝源的提供者和接受者的血型要一样。 对,要相同。 或者可以按数学原则。 O型的可以给其他血型。 A型的谁也不能给。 A型的谁也不能给。 只能给A型。 这是一个原则。 再有点年龄。 年龄有限制。 如果年龄,咱目前来讲是超过60岁。 基本上不作为捐肝脏。 再有就是体型。 供者受者,体型要相符。 体型要相符。 为什么呢? 如果说一个体型非常大的人, 接受一个体型非常小的人, 那么可能你给他的肝脏不够用。 相对不够用。 他体型要相配。 再有就是体重。 那么体重呢,有时会预示着,如果一个过于肥胖的人, 那么他不光身体胖,脂肪肝。 也就是你的肝脏质量太差了。 你就是给别人移植过去,可能活不好。 所以脂肪肝一般不能给别人。 在这个小亚男的病例里边,你们最后决定采用的是谁? 父亲还是母亲呢? 最后是采用他父亲的。 因为他父亲血型和亚男是一样。 他母亲血型不一样。 我有一个问题。 不太明白。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太外行了。 不管是妈妈的肝还是爸爸的肝, 都给了小亚男。 然后他们自己不是就没有了吗? 怎么办呢? 亲属肝移植一般只是捐肝者捐出他的一部分肝脏。 不是全部? 不是全部。 要全部,那就是像你说的。 捐出以后,他自己捐出了。 一部分也可以吗? 是哪一部分? 肝脏按解剖结构来讲, 它分左右半肝。 那么一般我们现在, 如果儿童, 他一般我们用左半肝, 因为左半肝比较小。 如果是成人与成人之间的肝脏, 我们用右半肝。 我意思。 把肝给人家了自己。 自己怎么办? 对。 我老是想问这个问题。 一般是这样的。 如果一个人其实留有三分之一肝, 就会能维持正常的生命。 没有问题。 这是第一个问题。 第二个问题就是肝脏, 即使不要捐给别人一半, 我剩的这一半, 自己还会慢慢再长出来。 像壁虎那样。 不完全像壁虎。 完全给你再长出来。 大约需要一年主要的时间, 它可以长到跟它原来的大小差不多。 还会是那个形状吗? 形状是不一样的。 形状会不一样的。 特别再介绍一下, 我们的刘医生是来自于肝移植中心的医生。 所以我特别想请问您, 通常对你们临床上面得到的经验来讲, 什么样的一些病人是需要进行肝移植的? 我们一个笼统概念就是中末期肝病。 中末期肝病包括乙性肝炎肝炎化, 病性肝炎肝炎化, 酒精性肝炎化。 再有还有早期肝癌。 早期肝癌。 没有转移。 您可以强调是早期不是晚期。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, 国内国外的, 进行过肝移植手术的患者存活的时间有多少? 现在肝移植术后的育后非常好。 五年以上的存活率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。 那就非常好的效果。 最长的, 咱们国内现在有十几年的了, 有十四五年的了。 国际上有最长达到三十年。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经历一个, 惊心动魄的时刻。 虽然现在已经过去了很久, 但是我相信看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有些紧张。 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小亚男整个接受肝脏移植时候的情况。 手术这一天, 高心存起床后, 脸上一直带着微笑。 夫妻俩没有说太多的话, 只是用简短的语言互相安慰着。 再送丈夫去手术室的路上, 盖方妮一直表现得很坚强。 但是, 当手术室的大门关上的那一刹那, 他再也掩饰不住, 失声痛哭起来。 关萌的那一刹那, 我思想都崩溃了。 当时我就, 我孩子他爸的妹妹不是也在场吗? 我就解释说, 我对我妹妹就解释说, 我说, 我也不想让你哥哥那样一个好人比推进手术室。 我实在是为了救我的孩子, 所以把一个好人从手术室里推进去。 保证捐献者的安全, 这是活体肝移植必须最先考虑的因素。 每个人肝脏里的血管、 胆道分布都是不一样的。 所以, 医生们在术前, 对高心存的肝脏进行了非常仔细的评估。 经过科学计算, 要救女儿的命, 高心存必须捐出至少百分之四十六的肝脏。 现在我们的技术发展, 我们可以把出血控制在一块, 一个手术下来, 出血在一百分钟里, 对这个捐肝脏来讲, 这也是安全最大的发展。 在父亲的肝脏分离完成后, 医生立即切除了小亚男的整个肝脏。 这个已经完全坏死的肝脏非常坚硬, 表面凹凸不平, 看上去就像一串坏掉的烂葡萄。 手术仍在紧张地进行着, 医生们必须尽快把分离出来的肝脏移植到小亚男的身体里。 这个过程越短, 手术成功的概率就越大。 肝脏血流结完以后, 血流恢复的那一刻, 整个血流充满肝脏, 肝脏立刻就破坏掉了。 这基本上可以说手术是成功的。 完成,大口呼吸。 经过医生们十六个小时的努力, 移植手术终于顺利结束。 父亲高心存清醒后, 第一个反应就是挣扎着坐起来寻找女儿小亚男。 她好像完全忘了自己刚刚做完大手术。 我一看, 亚男在我的身份, 也就四生以后, 我的亚男醒了, 化开了, 天亮。 小亚男清醒后的反应更让医生们感动。 尽管全身插满了各种管子和金火仪器, 但是, 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却执意要坐起来, 医护人员拦都拦不住。 直到看到她父亲的病床就在她身边, 那么她坐起来, 看到她父亲, 这才不在闹。 这姑娘就在, 就在你旁边。 都看到姑娘了吗? 小亚男的身高, 增长了七厘米, 体重增加了十公斤。 是父母的执着和来自社会的爱。 让这个可爱的小姑娘, 重新绽放可爱的笑容。 你树在哪儿吸引你?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, 站在地上看不到的。 也衷心地祝愿我们的小主人公小亚男可以茁壮地成长。 关于今天讲到的话题, 我知道您还有很多想了解的知识, 所以你想知道, 我来问,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快速问答的环节。 请问, 肝功能检查需要空腹多长时间? 肝功能检查需要空腹8到12个小时, 因为近时或者饮酒以后进行检查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。 平时我们在饭店里面吃饭会被传染上乙肝吗? 平时在饭店吃饭不会被传染上乙肝, 因为乙肝的传播途径主要是血液传播, 或者通过母体直接传播给婴儿。 我们日常的接触不会被传染乙肝。 乙肝能够被彻底的治愈吗? 目前乙肝病毒还没有彻底治愈的方法, 但是乙型肝炎的治疗会延缓病情的发展, 延长病人的寿命。 注射乙肝疫苗之后有效期是多长时间? 注射乙肝疫苗我们主要是根据它保护性抗体的浓度, 如果达到目前的浓度, 我们就可以不再注射, 如果达不到我们可以追加一次。 乙肝患者能不能生小孩? 乙肝患者可以生小孩, 但是我建议他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计划性免疫, 这样可以减少新生儿的乙肝发生率。 乙肝患者能不能喝酒? 乙肝患者绝对不能喝酒。 举个例子, 如果这个病人能够活到80岁, 他喝酒的话只能活到40岁, 所以喝酒对肝脏水患非常大。 脂肪肝会不会发展成肝癌? 脂肪肝一般不会发展成肝癌, 但是严重脂肪肝可以引起脂肪肝肝病。 夫妻之间能不能进行肝移植? 夫妻之间可以进行肝移植, 但是需要符合我们前面讲的选择标准。 接受肝移植之后可不可以打乙肝疫苗? 肝移植以后也可以打疫苗, 但是和一般人来比, 效果不是很好。 肝移植的患者能不能怀孕生小孩? 肝移植患者也可以正常怀孕生小孩, 但是一般要在肝移植术后两年以后, 我们建议他才能生孩子。 再次感谢刘医生。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, 希望您继续关注科教频道其他的节目。 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